局长说要成立专案组,都不用过夜,人员很快就齐备了。 江源也毫不意外地被招呼了进来,坐在会议室的一角,听着大家讨论案情。 上河村杨某被杀案并不是一件很生僻的案子。 几年前还是现案的时候,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亲身参与过的。 而案件未能侦破,同样是在场诸人的亲身经历。 这可从来都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。 对很多人来说,案发现场或许算不得历历在目,但也都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。 此时报出来,依旧看得到曾经的场景。 足迹鉴定的话,陈文明在省里也都是挺有名的,也破过好几个大案了,应该说做的还是相当可以的。 关键是足迹单独做关键证据,甚至是唯一证据,还是不太够吧。 如果是现案还可以找一下当时的鞋子,血衣之类的。 都几年了,这些证据估计都处理掉了。 如果是这个年轻人,流畅作案的话,他怎么回家的,浑身都是血。 受害人家的后院,就通一条小河,30公分左右水深,我们之前有找到洗澡的痕迹,还用沐浴漏了。 记起来了,河警方要不得啊。 会议桌前的讨论,有的是向前的,有的是回忆式的,黄强明全部阻止。 案子才刚刚开始,现在正式开放讨论的时间,平白的设计一个方向要求书无必要。 江源也是静静地听着。 他对这个案子的了解,说不定是在座众人中最少的。 他不仅没经历过该案,就是卷宗都没怎么看过。 他是顺着足迹图库摸过去的。 讨论着,讨论着,有人从角落里,提出了一声质疑,嫌疑人流畅的身高,不会是先亮后猜的吧? 别看众人都在热烈讨论,这句冷话一出来,会议室里瞬间冷场。 这可就是诸心之言了。 众人转头过去看,就见说话的是一名机关干部。 哦,那没事。 众人转过头来,继续讨论。 没人觉得江源有必要伪造证据,要是天上压了一道金牌下来,逼得一定破案,那也没必要做这么浅显的伪造。 现在的关键是的形成相对应的证据链。 如果这个流畅确实是凶手,光凭足迹,是不能定罪的。 首先要证明作案时间,这个村子是个小地方吧,犯罪嫌疑人要来往的话,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,是消失在大家的视线外的。 怎么证明没有? 得先证明有,还是我刚才说的,交通工具。 把他当年的同学都找出来,这个年纪的男生,不可能一个人憋着秘密的。 而且,看犯罪现场,很可能是激情杀人,或者意外致死。 这样的话,他很可能事前会与同伴商量。 黄强明听到这里,觉得听出了味道,点头道,这两个思路都很好,恩,老苗,你带两个人,把嫌疑人的同学关系都挖一下,给他们做笔录。 好,老苗答应了,又道,他的那些同学,应该对他的印象都很深。 身高一米九左右的同学,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个。 对了,我可以问一下他的同学,他当时的身高。 学生还有体检报告的,看能不能找出来,也会有身高。 两名民警随口两句话,就算是把机关干部的怀疑给干回去了。 大家也没多啰嗦,继续就着案情讲了下去。 江远在旁听着,倒有大开眼界的感觉。 他是非科班出身的警察,在现在的警察群体中,实际上属于少数派。 而科班出身的警察,做别的警种可能有所欠缺,做刑警才是真正的专业对口。 一群人从动机,到作案时间,再到作案心理,一直到销毁证据,零零总总分析了一大堆。 如果不是案子始终没破,江远都要以为众人讨论的是旧案故事了。 黄强明也适时地调配人手,渐渐地扩大侦查范围。 有了足迹的线索以后,众人提出的方案,是确实能够坚实案件的基础的。 窗外,天色建案,有红匣自天边月初,将楼宇和群山映的辉红大气。 小小的铸台线,瞬间有了亮眼的城市天际线。 刑警大队的会议室里,一张大网,意识悄无声息地撒了出来。 三个刑警中队,外加刑科中队和警犬中队全员,数十名刑警,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加班状态。 献发命案,遇到了兜的是全局卷的状态。 命案基案,真到了有破获希望的时候,更不会有人敢放松的。 黄强明也渐渐进入了状态。 作为刑警大队长,他的工作内容非常多,面对的不仅是全县城区范围内的案件,还包括周边各个乡镇的案件的侦破。 平常时节,他也不敢说是放松哪一块,得准备的非常周全的时候,才敢启动基案调查。 通常还是以两三人为规模,做先期调查,后续逐渐跟进的那种。 可今天的案子,就来不及这样子搞了,因为即将面对的就是全面铺开的场景。 黄强明甚至想到,犯罪嫌疑人流畅的父亲,要是想死终求活,一心反击的话,自己又该如何将他给押回去。 当然,最好的方案就是抓实了证据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案子做实了,做成铁案了,对方也就没有反击的法理基础了。 一会儿,大家有空给家里打个电话,报个平安,然后该关机的就关机。 接下来几天,就做这个案子了。 黄强明又额外地叮嘱了一句,才轻轻地输了口气。 这波指挥,他也是耗费心力。 将远意识站了起来。 他没什么强制性的任务,还能在休息一晚上,等到明早再忙也来得及。 上尉走出会议室,黄强明的手机响了起来。 魏,老五,黄强明见视伍军豪,立即将手机接了起来。 伍军豪高声报告起来。 江远已经走到会议室的末尾了,就站着等消息出来。 其他人差不多,伍军豪不只是在最前线呢,理论上,他还是唯一战斗找的。 很快,黄强明说了声干得好,结束了通话。 会议室里一群人都看着黄强明。 黄强明缓缓地收起手机,手还揣在兜里,沉吟两秒,到,伍军豪已经抓到了犯罪嫌疑人刘畅。 刘畅对罪行公认不会,路上就交代了。 他没有完全复述伍军豪的报告,但说出来的部分,已经足够了。 在场的警察们,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。 有的人笑着笑着,就又有点哭笑不得。 黄强明低头看看桌面,还没来得及拿走的笔记本,笑不露齿。 案子破了,开心。 大家白商量半天,结果开局就没用上。 都坐回来吧,咱们讨论一下善后问题。 黄强明摇摇头,就算案子真破了,办案还有不少事要做呢? 只不过,顺序和方式,显然不相同了。 更重要的是,心理压力和负担感是截然不同的。 干得好,一人拍拍江远的肩膀,赞了一句。 干得好,拍肩膀。 牛逼,拍肩膀。 厉害啊,拍肩膀。 一群人几乎是绕着会议桌转了一圈,声声把江远的肩膀给拍得痛了起来。 黄强明笑看着这一幕,任由江远享受这特别的赞美。 原本已是沉底的激案,声声被江远用足迹给侦破了出来,这种实打实的本事,怎么称赞都不畏过。 黄强明自己都不知道,此时此刻,他嘴角的笑容,已是慢慢浮起,都快咧到耳朵根了。 半个小时后,办案中心接近清空的状态,迎接了来自财政局的曾经的少年刘畅。 七年多以前,他是个18岁的少年,而今,他已是25岁的青年人了。 照片里的青色丝毫不见,高大的身材,鼻挺的西装,有点突出的颧骨和故作老成的发型。 总的来说,还是相当帅气的社会人的打扮。 放在铸台县,这位应当是相亲市场上的顶流了。 算算时间,他当年读大学,22岁左右大学毕业,接着考取本县的公务员,而今刚好两年,到了可以升职提拔的时候了。 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 进来吧。 武军豪客客气气地将流畅带进审讯室,足以平推一切的武力是用来让人讲道理用的。 如果罪犯都愿意讲道理,武军豪原本也可以锻炼脑子的。 而对这种在警车上就忍不住交代一切的犯人,武军豪更是态度良好。 要是有得选的话,他愿意用掉一斤肌肉,换取流畅再一次的畅所预言。 这可是命案,就算是自白自首,也得正式合规才行。 武军豪将刘畅好好的放进老虎凳,还特意照顾了他的体型,才起身笑道,咱们再来说说。 我想见见那个足迹专家,看出我身高的那个警察。 刘畅坐下来了,却是先提出了要求。 新的一月,求月票。 港别人要求带你入圣食物体识论的是欢迎来的 sket味道德。 原来说以上,我们的视频店里说是嗯! 感谢观看